深圳龍華,一方天地,一方城,半天佑 在港鐵羅馬州出境,入福田口岸,相當順利 關口旅客不算多,只是多了些私人車輛,接送親友 坐4號線去龍華站,今日節目就是去龍華看商場 去看一個全國號稱第五大商場 坐了差不多半個小時到達龍華站 在A出閘口出閘,去一方天地,一方城 龍華地鐵,富華市場位置 站外面堆滿電單車和電動單車 出了鐵道站十幾米,流轉就是一個 相當大的蔡玉東俠市場 名字叫做華富市場 食品的種類很豐富,在價錢 就差不多就是香港的一半價格 這間就是香妖店 就是蟳泊廟,鋪店 就是有可能的樣子 別人相當大樓 地方其實也不是說好 對方兒可算 一般更好幾乎 廚房仍然會有個多大樓 大樓的金錢 雖然會有很多大樓 骨頭的骨頭 是提出的每一個小骨頭 我就不去看了 出了市场 走到龙华人民路 和景龙建设路的路口 斜对面 看到几座高耸的大厦 底层就是一方天地靠物中心 一方天地共有五座 分A至E 现在就先进去A座参观 A座门口 还有几堆祖爷笑 好有气派 小鹏电动汽车 听说还在烧钱 苦苦挣扎 其他两家车企 未来理想 都是一样 名闻相同 地下一层 主要是卖金色 只是见到售货员 都看不到有客人 楼上一层 主要是食店 应该都是国内的名善 香港的360 都进至商场 商场的设计 有一个特色 中间有一个大空间 四面被住宅包围 彩岗 通风都几好 这两间食店 门脸设计 怡古怡金 颇有特色 菜篮港式 点心店 佔了两个部位 这女孩 跑得这么充足 原来 就想向一个年轻的女士 推销表营产品 在这里 走到B区商场 几架美食车 各有特色 来庭 内庭 利用到天然光 离开B区 前面有行人天桥 进入市区 这一层 被名牌食店占据 深层服务业 都缺人 很多店铺 都请人 继续 走到市区 天桥行人路 两边的小摊档 天桥行人路 仿Nego的外地玩具 香港欢乐天地式的乐场 糕饼店相当大 楼层的空间很大 可以玩跳伞 风动飞行 串圆的小汽车 游走商场 女装 都起前卫 店铺 都没有中文饼 IMAX 不影卷 位 日式 食店 《重庆火鍋》 飲食文化品牌 前往D区 Unical店 前往D区 寫杏仁天轿走地下 进入D区平台 又见到金色店铺 与A区呼应 C区行仁天轿 港式饮茶镜丹桂轩 指尺一家 坐落D区 杂歌舞娱乐于一角 美丽姑娘 表演了一小条新疆舞 大声中 可远 елей 美丽及 有这里的行仁天轿 逛去E区 在这里 竟然冷清得多 悠閒學習 培訓中心 有遺棄 健身 美式山務會 倉庫式的購物商場 園會費260元 只招待會員進入 離開山務會 後門 落地下 E區和E區的交界位置 E區山務店的正門 行龍華大道 去龍華文化廣場 左面為風的綠化帶 斜嶺缸為子 據報有周箱 巡代為職 左轉共和新村 東環二路的帝岸酒店 紅華區有兩間 老上海小食店位置 中午就在這間老上海小食店解決 在村口門前 有另類工種 摩托車接送村民 地址站應該是目的地 共和新村裏面 形成一個小社區 裏面有各類的小食店 美髮店 家品店 湯粉豬腳飯店 很受外賣小哥歡迎 過東環二路 去參觀龍華文化藝術中心和文化廣場 龍華文化藝術中心 周邊的康諾設施 鄺祁平 現身氣線 龍華文化藝術中心 包括圖書館 會議廳等 包括圖書館 會議廳等 這個網野博物館 就沒有開 龍華文化廣場 佔地二十萬平方米 其中 主廣場 佔地五萬平方米 廣場裏面 似有一個環形廣場 一組龍馬精神 主題雕塑群 白骨盾馬 兩條龍柱 構成的龍門 龍長路與清泉路的交匯處 往北行走清泉路 右邊 白色的建築物 就有龍華文化中心 清泉路與景隆建築路的交匯處 幸福城三旗為之 幸福城小區共分四旗 看到的就是第三期 看到的就是第三期 看看回頭 幸福城一二旗的住宅 龍華和平路段 鐵路幹線 右邊 幸福城商業項目 前面 青湖鐵路站 在市民中心 短8號線 鹽田方向 延台跑岸站 連塑口岸站 A3 出口 行二三十米左右 到達連塑 口岸入口 入到商场走廊的通道 过了天桥再入香港 向原围底层交通交汇处 坐城巴B7号的巴士 16分钟到达粉岭铁路站 坐城巴B7号的巴士